莲西虚弱的讥笑,你家主子是谁?这碗又是什么药材?这皇上就不需要知道了,草民会服侍您喝下的。 洛塞胡子身后走出一个更为书生气的男子,端着汤药一步步靠近莲西,莲西双眼一闭,再不多言。 而离宫百里之遥的郊外小道上,有几人策马飞逞,一路往皇宫的方向赶来,司徒允的黑色追风跑在最前, 他脸上的表情复杂难辨,跟随其后的几大高手却是一派严肃,试杀得气味浓厚。 允的速度一直在加快,大家迅速一些,就快要到了,咱可别悟了大事,心中暗自私存,这个时辰,好戏该上演了吧。 正待众臣议论之际,他们至高无上的君王,带着一行禁卫君入的殿来,淡定的神色看不出丝毫情绪, 然而周身的骇人气息却瞬间止住了殿中的混乱,众人无不屏息宁神,专注的妄想已经行至高台之上的帝王。 连池略意失礼,并不开口,眼中的疑虑一闪而过,消失不见,怜惜但笑, 迟太医好心为朕熬的药,不小心被朕给打翻了,真是对不住。 不过这朝堂上的事可不比熬药来得容易,迟太医请回吧。 连池居然毫不领情,辅了个身道,皇帝真是幽默得很, 王兄一时竟听不懂皇帝话中之意了。 大胆持脸,朕的王兄早在十一年前就死了, 哪里有的你这种人来冒充,连汐洋装盛怒,来人啊, 把这人持脸给朕压下去。 连池依旧不依不恼,皇帝这是要遭天谴的, 众大臣可是看着呢。 连汐终于有了表情,冷冷赤道,连池,你绑走, 朕的定南大将军,撤换朕宫中的所有侍卫, 派人送毒药给朕,这种种罪行加诸一起论罪当斩。 朕倒要看看,谁才是要遭天谴的那个。 台下顿如时机千浪,一时间唏嘘声不断, 连池竟朗声大笑, 以你现在的体制,与我相斗,根本不可能。 苏然已经被我掳获,她的兵符都已在我手中, 全京城的兵马都有我指挥,司徒允又早已不知去向, 朝中有一半的大臣是我的亲信, 以你身旁区区几十个侍从,还能与我斗什么。 那倒也说不准, 声音出自已经带领大批人马行之殿外的苏木然之口, 她泰然自若,笑容依旧如暮春风, 区区一粒离魂散,再加一个密室, 就想压住本将军,到底也太小瞧我了吧。 说完,从腰间抽出一块金灿灿的令牌晃了几晃, 凭本将军手中这货真价实的兵符, 和我这张众所周知的脸, 你说,这全南瑶的军队是会听我指挥, 还是你的呢? 苏木然轻轻挑起眼眸, 邪逆台阶之上的廉池, 她显然已经乱了分寸, 却仍在极力掩饰, 不愧是定南大将军, 果真同一般人不一样。 我廉池敬你是个人才, 舍不得杀你, 没想到却为自己酿下了货源, 真是活该。 哈哈哈哈, 她的笑声猖狂到可不, 听了人胆战心惊, 不过你让在场的大臣们说说, 究竟是我这个正宗的皇室子孙, 有资格继承父皇的江山, 还是联系这个野种有资格? 哼,野种。 君王的双眼微微眯起, 宣示了他心中的嗜血气息, 他将袖中早已捏得不成形的遗罩, 扔在廉池脸上, 怒吼, 这是父皇驾崩前例的遗罩, 自己你应当再熟悉不过了, 一个在战乱中逃回自己国家的女人所生的孩子, 长着一双异族人的眼睛, 还敢跟正来谈皇室血脉, 廉池啊廉池, 十年前正放了你就料到了有这一天, 只是你的借口, 也未免太拙劣了一些。 顿了一顿, 见他仍然没有认罪的心思, 联系决定完全地打破他最后的幻想, 来人, 宣司徒将军上殿, 司徒允满眼的邪魅气息中, 透露出比苏木然还要深的自信, 嘴角轻轻向上勾起, 一抹嘲弄的笑容若隐若现, 允的军队前些日子违抗军规, 不安心操练, 居然一个个都化妆成商人, 前往西遥边境, 和北遥雪凌峰游玩了一趟才回来, 还是由允亲自出马日夜兼程才押回来了, 真是不猜。 不过这一去, 倒是给池公子带来了一份礼物, 允倾笑转身, 结果将士递上来的墓盒送到廉池面前, 池公子难道不好奇吗? 廉池没好气地邪腻了他一眼, 打开墓盒, 整个人瞬间震住了, 凌凌的头颅, 廉池十年来, 苦心培养的心腹大将死得如此惨烈, 眼睛圆溜溜地盯着他似有万千恨怒, 廉池绝望地闭上眼, 抬起头努力, 不让眼泪流下来。 其实他自己比谁都清楚, 靠前东邻国残留的几支军队来抵抗整个南兆皇宫, 根本就是以卵击石, 可最让他胜券在握的是廉池的身体, 他有把握现在的他是无力还击的, 所以才会兵行险招, 调走司徒允, 囚禁苏慕然。 朝中势力一半归于自己, 而廉池身体又处在最薄弱气, 一击就垮, 他堵自己能够服众收复天下, 可原来, 廉池早就已经部署好了一切, 只等自己入罔了。 他果然计谋深远, 心中既已失去信念, 廉池手上索性弃了抵抗, 他颓唐地瘫坐在地, 底下站立的朝臣还未从中返回思绪, 陈高健大势已去, 心之横竖都是一死, 索性夺过身旁侍卫的配件, 冲出控制, 笔直地向廉池奔去, 中途斜斜地递给廉池一个眼神, 廉池立即会议。 众人全都致力于捉去陈高, 以保圣上安全, 谁都没有看见缓慢爬起的廉池, 在廉池身后举起了匕首。 只有一个人, 他刚从暗语烟内听闻消息, 慌忙赶来, 立在殿后仔细观察着发生的一切。 毫不考虑的, 他便二话不说, 冲了出去, 挡在廉池身后, 鲜血从他的胸口溢出来, 开成了一朵红艳的花, 廉池看着自己沾满了宛柔鲜血的手, 绝望地吼了出来, 宛柔。 还处在忙乱中的人们回过神来, 苏木然的眼睛里全是血丝, 写满了不可置信, 廉池一时失去了言语表达的能力, 只是争出的转头, 眼睁睁地看着苏宛柔倒在廉池怀中, 脸色苍白。 司徒与命人火速擒下了一杆盼挡, 站在一尺之外感受着这场伤痛, 廉池的声音激进绝望, 为什么? 宛柔你这是为什么? 那张永远都是柔而不交的容颜上, 瞬间开出了一朵美丽的笑影, 池能代替西死在你的剑下, 觉得很满足。 我多么感激老, 天爷他让我遇见了对我这么好的你又, 让我遇到了一个值得我全身心付出的, 西但愿我的死能换得你们之间的, 和平, 他拼尽力气握住然的手, 只是哥, 妹妹对不起你, 妹妹欠你的, 只能来世再报了, 眼泪早已大把大把地掉下来, 苏宛然附上妹妹的手, 宛柔, 太医已经赶来了, 你再坚持一会儿, 我们以后还有很长的路可以一起走, 一定可以的, 你要坚持住, 苏宛柔惨然摇头, 缓缓看向联系, 西, 记得, 去把子春找回, 来, 如果还有, 下辈子, 我依然会选择, 做你的飞, 他的手突然重重地垂落下来, 围着他的三个男人, 同时发出了一声悲痛的低号, 宛柔, 苏宛然小心翼翼地拖住妹妹的身体, 眼睛血红地盯住联齿, 牙齿在口内咬得生紧, 却并不言语, 联齿苦笑两久之后, 对他轻笑,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, 恰恰相同, 我跟你有一样的想法, 说完, 俯身夺过苏宛然腰上的配件, 重将是无一步拔剑, 上前一步护主, 而联齿只是狂放地笑, 然后一剑刺入了自己的腹部, 然, 我也恨不得我去死, 巴不得我去死, 我害死了宛柔, 我不能丢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, 他终于支撑不住, 跪倒在地, 燃血的大手抚上苏宛柔的脸庞, 他苦涩而惨淡地笑道, 宛柔, 我来陪你了, 我们让联系做他的, 孤家寡人去吧, 一口血喷洒在地, 莲池再也没了力气,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, 底下的大臣, 终于从刚才的事件中缓过神来, 开始出现了不安与新号新号, 甚至有人渐渐向店门口一去, 想趁乱逃出宫去, 司徒允率领一杆将士堵在店门口, 几位大臣这是要去往何处呀, 皇上还未宣布退朝呢, 袁锡文生站起, 齐长的身姿立在街上, 给人一种披腻天下的君王风范, 李爱卿, 宋尚书, 将太守都急着去哪, 朕若是没分析错的话, 陈高伙同廉池的造反, 应该是经过了一番严密讨论的吧, 凭他们两三个人, 是不足以有着骨子能力的, 先皇的诏书, 借你们好好看看, 金色的脖颈落在李德权脚下, 他早已双腿颤抖地跪在了地上, 不敢言语, 连熙劲怒道, 你们好生看看, 究竟朕是不是你们口中的野种, 当初锦老狐狸叛乱, 朕不杀你们, 是念在你们随世先帝多年, 是深受景仰的老臣了, 可是你们非但不悔改, 还带领一众门生参与造反, 先帝真是白养了你们这群忘恩负义之徒, 来人, 把所有与陈高有关的叛党都给镇压下去, 明日问斩, 不要啊皇上, 皇上饶命啊, 为了父王和大哥的江山, 为了整个南兆国的盛世太平, 元席再不会心软, 三二一傅太监扮相立在皇帝身后, 狠狠地打个寒战, 自古帝王总无情, 元席转身挥秀, 坐上那万人敬仰的黄金龙椅, 黑色的眸中写满了傲视天下的雄心暴富, 声音也铿锵有力, 众爱卿退朝,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, 圣朝四宗十一年七月十九, 吴皇子池, 伙同陈高等人举兵造反, 未遂, 自吻而亡, 苏惠妃不惜性命, 护主有功, 追封为孝义德皇后, 定南大将军苏慕然一家忠烈, 特封为忠玉侯, 赐黄金千两, 追赠已故太子寺高宗寺皇帝嗜号, 近征熙大将军司徒允为一等护国公, 是至于此, 这场蓄谋已久的叛乱, 才与此终了, 取终人散去, 朝野新路用了一批又像卫衣中的门声, 大家各司其职, 波涛暗涌的南兆皇宫终于跪于平静, 苏婉柔下葬的时候, 天空灰蒙蒙地下着小雨, 皇陵大的空旷且寂寥, 联系在众人面前双膝跪地, 扶着苏婉柔的墓碑, 扑素素掉下泪来, 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自己日夜服侍的君王如此失态, 不禁感叹这位贤得宽人的皇后在皇上心中的分量之重, 其实他们心中对皇后也是极喜欢的, 他宽以待人, 从不责备他们, 几乎未曾见过他对下人动怒, 在后宫, 这种皇后自然少见, 苏婉然面上已不再有表情, 湿了眼泪, 也湿了如沐春风的笑容, 正正地看向那座墓碑, 敏唇不发一语, 司徒允担忧地轻拍他的肩, 以示安慰, 林真大师带领爱徒在碑旁默念佛经, 告慰皇后在天之灵, 三儿的神情, 自然同怜惜一般, 悲悯哀痛, 宛柔, 我知道你一生都在渴望我给的爱, 你默默地付出, 不争不愿, 这三年来, 无论我往返于哪个女人身边, 你依旧坚持等我, 你曾经说, 这偌大冰冷的皇宫, 是可以让我再累了的时候停住休息的, 我还记得, 三年前进宫时说, 你心甘情愿入这身宫, 你已经等了我八年, 不在乎再多等几个八年, 如果可以, 我希望十一年前, 我们可以不用遇见帝王的深情, 令在场的人无不动拢, 联系已经极力克制住自身的情感, 不再让眼泪泄露君王的脆弱, 他静静地看着墓碑, 想起十一年前的苏婉柔, 还是二八年华的光景, 跟在即将出征的哥哥身后, 亦不亦趋的模样, 俨然一副苏家大小节的气势, 却在见到他时神情一致, 眼睛直勾勾地探揪着他, 然后灿然一笑, 你一定要平安归来, 因为我会一直在家等, 等你凯旋的那天, 直到今日, 松然都还会愤愤不平地说, 当年我还以为那句话, 是说给我这个做哥哥的人听的呢, 可是宛柔, 整整十一年了, 这十一年来, 你尽心尽力, 不论是后宫所事, 还是我, 心头那些烦忧之事, 全都处理得极为妥善, 我总以为, 你的那些等待, 全都是你自愿的, 是不需要我回报的, 可是, 我怎么忘记了, 你也不过是个女子, 一个平凡地, 想获得夫君疼爱的妻子, 是我一手把你拉进了这个牢笼般的皇宫, 也是我用身宫高强, 狠狠地葬送了你的人生, 自私如我, 你却无怨无悔地, 等到死的这天, 临死还为我挡下那一件, 遇见你以前, 我从来不知道, 一个女子的爱情, 能使她强大到何种境地, 如今, 你竟将死生置之度外, 来让我明了这一深刻的道理吗? 宛柔, 如今你终于成为了我的皇后, 我独一无二的皇后, 可是为什么你却再也不能醒来看我一眼, 再不能在我心虚分杂的时候, 为我沏一杯茶, 弹一支曲, 这凄凉的南兆皇宫已经没有了子纯, 现如今, 连你也没有了吗? 原来我怜惜, 终其一生, 都只能做一个孤家寡人啊, 这个地位, 我做得好累好累, 我其实也是会累的呀, 你们知不知道? 帝王的话语一点一滴都透着无尽的悲痛, 让人不无动容, 三儿通过众人妄向联系的谋中透露的悲悯, 是林真都奇迹不到的, 那个南兆国的一代君王, 似乎真的是用情很深, 用情很深, 厚重的大手搭在三儿的肩上, 林真大师慈祥和蔼的笑容出现在身后, 三儿在想什么? 茶都溢出来了, 俊美容颜的少年, 慌张地收好紫砂壶, 没什么, 师父今天不用去盛的店吗? 自是从那边回来了, 林真自顾坐下, 也没带笑, 为师知道你在担心圣上, 那么, 随心所为吧孩子, 师父, 这个时候, 如若再没有一个人陪在他身边, 他会倒下的, 那, 定然不是你所乐见的, 是不是? 沧桑的手指掠过少年的病角, 面具接下, 一张秀气生动的粉颊凸现, 英子春扑通一声满带感激地跪下, 可是, 林真依旧是笑, 孩子, 不要再犹疑担心未来的一切不安定的变数, 如若还有风雨, 只能说是你们彼此的结束, 但是, 坚持, 是缘分的必经道路, 话中玄机, 是那时的英子春, 尚未理解的高深, 但是, 她却似乎有所领悟的飞奔出去, 身上的衣裳都来不及换下, 林真大师抚须而笑, 不再多言, 柔姐姐去世, 英子春自己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, 常常午夜梦回的时候, 躲在被窝里咬着被子哭泣, 那么怜惜的伤悲, 应该不会比任何人低, 林真大师说得对, 她的身边, 应该要有一个人陪, 通往承德殿的路程是她所熟悉的, 跑起来, 侍卫连拦都拦不住, 司徒允刚从御花园那边过来, 看到跑过去的那摩身影, 突然就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, 颤动了一下, 可是承德殿的大门虚掩着, 守在门外的侍卫, 也像被人有意遣开了似的, 想必依联系的性子, 应该是不想让人, 看见自己作为一国之君, 唯米伤感的样子吧, 她轻轻推门进去, 越过外间的书房, 隐约便看见, 侧卧在长椅上的连袭, 皱着双眉, 仔细阅读着兵书, 一语不发, 旁边是垂首在一边侍奉的安语烟, 穿了一席担子的衣裳, 轻纱慢拢, 步履翩翩, 美道窒息的动人脸庞, 闪烁着明媚的光亮, 因此唇争冲间, 又不觉想起, 在禁地看过的那幅安洛雪的画像, 心下赞叹, 同样的花蕊之姿, 好像, 她的人生中出现的每一个女人, 都有她们美艳绝伦, 独特并不容替代的地方, 不论是当年日久生情, 不自觉爱上了联系的安洛雪, 还是年复一年, 甘愿吃辛苦等的苏婉柔, 亦或是现如今日日半期左右的安语烟, 都是比她因子唇, 更有资格伴她一生的女子, 她悄无声息, 一步一步地退出门来, 眼上店门离去, 是的, 她又退缩了, 又放弃了, 可是难道不是吗, 如若她能与房里的女子白头偕老, 对她, 或是对自己, 都是一个不错的结局, 司徒云站在南兆国都最高的城楼上, 眺望远方的山水, 怀念边摇生活的时候, 入了眼帘的, 却是一脸沮丧, 穿着朴素男装的英子唇, 这一次, 她看得清楚, 那个垂头丧气的小脑袋, 还有那张脸, 是她无论何时都牢记于新的永恒, 那一刻, 她的嘴唇竟是发不出声来的, 她以为, 或者说, 整个南兆, 包括联系, 都以为她消失了的英子唇, 这一刻, 真真切切地出现在她眼前, 子唇, 天知道, 她吐这两个字, 花了多大的勇气, 英子唇原本是双目愣愣地盯着远方飞过的一排大雁的, 被她这一声呼唤, 换回了思绪, 茫然地回过头来, 眼光也是一闪, 云, 相貌出尘的男子, 银发飞舞, 在城墙高楼的大风吹拂下, 显得别有风度, 这一眼, 仿佛别了许多个春秋, 司徒云双眼都不眨, 子唇, 你, 原来萨真的是你吗? 难怪那日我总觉得眼熟, 她激动地与无伦次的样子在女孩看来, 却是那么地让人感动, 这副表情她构思了很久, 但是却不曾想是出现在这一个人的脸上, 她之前一直以为, 这会是联系看见自己时的表情, 事事真是爱捉弄人, 命运的安排, 宿命的难为, 竟然这么像是一种人生的讽刺, 那个男人, 如今有家人伴在左右, 让他都不忍心去打破那种宁静美好, 他笑, 不负当年的无忧无虑, 是呀, 其实, 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这里呢, 经历了边摇风霜雨雪的男人, 满眼都是成长过后的积淀, 准备伸出去拥抱女孩的双臂, 转而搭在她的肩上, 轻叹, 回来就好, 所有的思念, 只化成轻轻的一句, 回来就好, 本章完,